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试用一把军事在近期推出的 模型剪钳是一把单刃剪钳 因为最近神之手的剪钳断货非常严重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 有货的这些店价涨价都非常的离谱 军事也是瞄准了这个机会 推出了这样子一把模型用的单刃剪钳 目的也是非常明显了 就是为了要和神之手抢战市场对吧 所以说这款产品一推出之后 就是受到了很多小伙伴们的关注 有不少朋友都给萌兔发私信说 希望可以来试用一下 这一期视频就来聊一聊这把剪钳 顺便再借着这一期视频的机会 来和大家聊一聊担任剪钳的正确使用方法 因为之前在萌兔的视频当中 经常会提到神手一刀流这个词 有不少新手朋友就会误会 觉得说有了神之手之后 就真的可以一刀剪遍天下 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其实也并不是如此 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期视频也就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 既然是要做剪钳的测试 自然是要请出业界标杆神之手 来做对比的 萌兔手上这把神之手 已经是用了好多年了 大概四五年不止了 已经是饱金沧桑了 既然还有经历过一次 这个剪流道的测试 来测试它会不会奔任对吧 之前也有视频 很多小伙伴都知道 看到剪钳都已经旧的把都发黑了 为了公平起见 萌兔又去重新买了一把 全新的神之手来做对比 这把神之手也是非常的贵 是花了我8000多日元才买到的 它原本的定价只有4800日元 可见即使是在日本 最近神之手也是涨价非常离谱 这把军事的话 官方定价是3500日元 实际买到手的话 可能还不要这么贵 大概有3000出头一点点就可以买到了 售价上的话是便宜蛮多的 两者在售价上有区别的主要原因 是他们的用钢是不一样的 军事的这一把剪钳 它用的钢是叫50CRV 这一种钢是中国产的一种钢材 印度的话下面有写着44到48 这个硬度稍微有一些奇怪 因为要作为工具用钢的话 是要经过催火处理的 催火处理之后 至少硬度是会达到50以上的 这48的话稍微有些奇怪 但是官方是这么硬的话也没办法 我们就以官方的数据为准 然后神之手这边的材料 写着的是叫机械构造用碳速钢 也就是高碳钢或者是叫工具钢 是由神户制钢所生产的 日本产的钢材 硬度的话是在58以上 这个的话是神之手官方提供的数据 根据官方数据来看的话 神之手的用料会比军事的会更好一些 然后我们来打开 看看里面的内容如何 首先来看一看重量 神之手这一把剪钳的重量是在51克 然后军事这一把的话是50克 基本相同 然后是在开刃的厚度方面 左手边的这一个是神之手的剪钳 右手边的这一个是军事的剪钳 可以看到在厚度上的话 神之手会稍微更薄一些 在非开刃面的厚度上 神之手会比军事的更厚一些 这个也是神之手的剪钳 在近期做出的一个改变 以前旧的神之手的剪钳 在非开刃这一面做的也是很薄的 可以来给大家对比一下 下面这一把是萌兔的旧的神之手 然后上面这一把是最新的神之手 可以看到在非刃面这一点 厚度是差了将近一倍左右 一般性这种单刃剪钳 在组装调试的时候 开刃的这一边都会比没开刃的这一边 更低一点 把这两个刃咬紧之后 用手指去刮一刮的话 你是可以感觉到明显的落差的 这个并不是质量问题 原本就是如此设计的 但是理论上来说 落差越小 剪钳的质量就越好 剪水口的时候水口残留就会越少 因为萌兔手边也没有非常精密的 用来测试高度的工具 所以说只能简单的用指甲的来刮一刮 来试一试两者之间的差距 就感觉来说的话 军事这边稍微会厚了那么一点点 除此之外 在其他的结构上是差不太多的 军事这把剪钳 同样也会有限制过度开合的线位栓的结构 都是比较接近 外观设计上的差异就简单的看到这里 下面让我们实际的拿出零件来实际的剪一剪 来看一看实际的剪的效果如何 首先还是拿出一根流道来测试一下 先来使用的是绳之手 使用的这根流道是万代的KPS材料的流道 所以说即使是绳之手剪下去之后 也会有一些发白的情况 因为材料太软了 经过几家之后是会有一些发白的现象的 但是断面的平整度还是非常高的 测试光看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平整的 然后再拿出的是军事的这把剪钳来试一试 同样也是用这种垂直的角度来剪一下 可以看到军事这把剪钳在断面的发白情况上 会比绳之手稍微严重一些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军事这把剪钳 它的刃会稍微厚一点 所以说在挤压变形的时候 受到的力会更大一点 所以说发白的情况也会稍微严重一些 但是断面的平整度还是非常棒的 下面实际拿出一块零件来试剪一下水口 这块零件的话是万代的产品 可以看到万代的产品 它的水口很多都是这种三角形的水口 这种水口在剪的时候一定要千万注意 如果是拿剪钳直接这样子一刀剪下去的话 那是很容易会发生缺肉的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刚才有说过 单刃剪钳的话 它一边是刃一边的话是平的 如果像这种三角形的水口的话 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就是看到没有 单刃钱剪上去之后其实是斜的 因为下面平面它是斜的 所以说如果你这样子一刀剪下去之后 是很容易会剪成缺肉的 像这种在边缘处的三角形的水口 正确的剪水口的方法 应该是先将多余的流道先剪掉 然后先要这样子横过来 在下面先要剪出一个平面 然后再贴边沿着平面 一刀把剪下来才是正确的做法 这样子的话水口就会剪得非常的漂亮了 同样的零件我们用军事的剪钳也来试一下 首先先剪一个平面 然后再抵住平面贴边一刀剪下去 这样子剪的话水口就会剪得非常的平整 而且也不会发生缺肉的情况 实际剪下来发现军事这把剪钳的实际使用的效果 还是挺好的 如果有的时候水口是安排在了边缘处 而且下面就是一个平面的话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直接贴边一刀就可以了 剪出来的效果也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水口比较小 我们再去找两个水口位稍微大一点的零件 来再来测试一下 这个水口同样也是一个三角形的水口 按照刚才的方法 我们用军事的剪钳来测试一下 首先先贴着边缘剪出一个平面 然后再把没开刃的这一面贴着下面平面 上面有刃的这一面贴着零件 然后贴边一刀剪下去 可以看到水口基本上是没有残留 剪的非常的平整 但是模型的水口不可能全部都被设计在边缘处 有的时候也会像零件一样 被设计在了零件的中间 那么像这种水口的话 就无法去做一个平面贴边剪了 就只能够直接这样子去剪 这样子剪下来之后会有一定的水口残留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刚才有说过 单刃剪的两个刃是有高低差的 这个高低差就是水口的残留量 最后这一点水口残留是无解的难题 必须要用笔刀去削一下 或者是用砂纸去打磨一下才行 神手一刀流的话是做不到完美水口的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用的是神之手 可以看到剪下来之后 这个水口处的地方是会有一段细小的残留 这个残留如果你心比较大的话可以无视 但是如果你要追求更好效果的话 还是最好去打磨或者是用笔刀去削一下 同样的零件我们再用军事的剪钱来测试一下 上面这个零件是神之手剪的 下面这个零件是军事的剪钱剪的 两款产品在水口的残留量上的话 还是比较的接近 但是刚才有说过 因为军事这把剪钱刃比较厚 所以说在水口处的地方 发白的情况会比神之手稍微严重一些 但是这种发白的情况 可以通过指甲刮的方式来缓解 稍微刮一下之后 这个发白就可以消失了 试用一下之后来做个简单的总结 这一把军事推出的全新的剪钱 在使用体验上 我们觉得和神之手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无论是水口残留量也好 还是切面的平整度来说都是挺不错的 但是在材料的使用上并没有神之手好 所以说可能在耐久性上会稍微差一些 再加上刃口比较厚 所以说发白的情况 可能会比神之手稍微严重那么一点 但是好在它的售价非常便宜 单论定价也只有神之手的三分之二 所以说还是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在现阶段神之手断货严重的情况之下 这一把军事的剪钱 萌兔觉得还是可以作为替代产品来使用的 但是有一说一 中国市场上这个牌的剪钱 可以说是多如牛毛 品质的话也是参差不齐 萌兔也没有办法去把所有的剪钱都买来 给大家一一的做测试 但是在这期视频当中 有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了一下 如何去测试一把剪钱的好坏 希望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 就能够知道是好是坏了 同时还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正确的取件方法 千万不要再迷信神手一刀流了 即使你有神之手也无法做到一刀完美水口的 还是要做后期的修整的 好吧 就是这样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投币收藏 以及分享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